你有没有想过吃剩的面包 喝完的咖啡渣 厨余可以制成燃料呢 城大两年前合共用了600万 在科学园能源及环境学院 成立了两个实验室 研究结净能源 开始研究将厨余和污水混合 再经过发酵程序 产生可以燃烧的甲丸气体 又或者合成制造塑胶的发酵物料丁二酸 我就将它分别个别种一些煤菌上去 这个煤菌就会将厨余里面的一些营养 好像一些淀粉质 将一些淀粉质转成糖分 细菌之外就用一些例如二氧化碳 因为二氧化碳都是一些我们叫做Greenhouse Gas 就可以加上这些厨余 发酵了的厨余 之后就算做一些很有用的发酵物料 好像丁二酸是其中一个例子 而研究现时还是初步的阶段 如果发展顺利 研究人员期望可以用这个方法 取代用石油提煉生产塑胶的原料 除了厨余 他们也研究透过分解污水 产生可再生能源 一些有毒的发酵物 同样是分解 首先是可以处理污水的问题 第二是可以同时制氢 氢气做出来我们就储存了 可以怎样用呢 氢气本身也可以燃烧 好像我们普通的汽油 但更好的用法就是用燃料电池 因为燃料电池可以将氢气 用一个电化学的一个过程 将它做回电能出来 教授就说将污水制造氢气 然后再转化为其他能量 这个研究在实验室来说已经很成熟了 现在正研究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随着电动车逐渐普及 成大期望可以在五至十年内 电动车可以采用氢气作为燃料 到时汽车排放出来的不是废气 而是干净的水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何振燕报道 感谢观看